游福老师 老师 我们就来看看 什么样守面相的人 他非常懂得累积财富 是这一款吗 应该是吧 手还很紧 好 我们讲会累积财富 也包括两个 一个是要会赚 第二个才会存 能赚又能存 那在我们人家学学讲 能够存就是财库财库 就是你的脸上有没有财库 那有这个财库的话 钱才会累积 越积越多 在人家学里面 我们有几个财库可以论 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看 第一个财库叫做先天财库 就是你有没有财库 看你的鼻子 好 这先天财库 就是看你的鼻翼饱满 就是鼻子的中间 这个鼻准是赚钱 旁边的鼻翼 就是所谓的存钱 就是财库 那这为什么叫先天财库呢 就是说他先天 就有那种赚钱的能力 先天就知道去哪里赚 哪里有可以赚 要怎么赚他都会 他先天就好像 就人家在教他一样 或者他有那种天赋 这个是用鼻子来看 那我们看一个人的鼻子 就是他不但会不会赚钱 而且能不能存钱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看马云 马云各位就知道 就是大陆的那个几乎是最有钱的 看起来瘦巴巴的嘛 怎么会有钱 你注意看他鼻子就好 他其他地方 可能看起来瘦巴巴 但是鼻子他长得真的很好很好 他鼻子的财库 会赚钱 会存钱 第一个是先天财库 第二个呢 我们看一个叫做 福禄财库 什么叫福禄财库 就是有些人有钱 他自己不会用 他一直存存存 或者一直做 做到最后一天早上 要倒下去了还在做 那种他就没有福禄 我们福禄就是说 他能够赚 他能够存 存到很多之后怎么办呢 他会自己享福 自己吃自己住自己用 自己享福 所以叫做福禄财库 福禄财库 以下我们看这边 就是看耳朵 耳珠圆厚 主要是看耳朱 那我们的秀惠 就是这个耳朱很漂亮 虽然他今天带着 我以前看得很清楚 他的耳朱真的很漂亮 就是钱由 你会自己存得起来 自己用 还有一点 这个福禄财库 还有一个特色 他通常不让人家知道 他有多少他能够 当然表面上还是不错 但是真正有多少 人家看不出来 电电钻 电电钻 他的底 他的深度 你这么一说 大家都知道他很有钱 但是他多少你不知道 如果老师讲他本来就没有钱 他是五千万还是五亿 你不知道 他的深度有多少你不知道 对啊 他很亲爱 很亲爱 他才库 老师怎么知道我很亲爱 你敢看 他就哭 意思他能够存了很多很多的意思 我自己也干爹 那样 好 我们看第三项 第三项另外一个财库 就是田载财库 就是我们古今中外都是一样 我们的钱都有财库 你存在哪里 当然你也可以弄个仓库里面 一直放黄金啊 但是不是 真的他们的有钱人 他是放在田载方面 所以我们常常说 有钱人他是什么 千末中横 以现在来讲 整条街的房子都是他的 哇 这种田载财库的好处就是说 你很保值 又很安全 除非要发生战争 那你不说了 正常时刻 他很保值又很安全 能够存了很多 好 那田载财库看哪里呢 直接看我们的 这个仓库完美 仓库有几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眉毛眼睛之烟 这边就叫田载财库 第二个呢 就是看我们的天仓跟地库 天仓就是在这边 地库就在这边 那这几个呢 看出你是不是田载多 存的多不多 这叫田载财库 最后还有一个财库 还有一个财库叫做后天财库 什么后天财库 就是表示他后天很会赚 后天很拼命很努力 有机会他就去拼 就去赚 然后赚了全部存起来 存起来存起来 这就是后天财库 后天财库看在看哪里呢 看我们手上的拇指 有一个叫做财库线 好 怎么看呢 那观众朋友 你也注意看一下 我们的拇指就有两节 其他的是三节 拇指就有两节 那这两节中间 这个是指节纹不算 指节纹跟这一个 我们的这个之间呢 会有一条线 大部分的人都有 但是也有人没有 这条线就叫做财库线 这财库线呢 一定要完整的哦 就是说这里要全 就是不要断 有些人有这条线 但是结果这个是断掉的 或者裂开的 或者破的 那就表示你的库 库嘛 一定要守得住嘛 要存得 完全存起来 所以这条线要 很完整的 表示你的仓库呢 完全没有漏 全部存在一起 然后这条仓库线 注意看哦 到这个 手掌之间呢 这边有很多杂纹 这些杂纹叫做财富线 越多越好 表示越存越多 就是财库到手掌之间 你这边有没有存得多 越存就越多 对啊 这秀卫觉得是店面 重点在这边哦 这个财库线 有人还两条线的 那就表示双财库 但是有些人一条还破的 那就表示他永远存不住 有啦 好像有不久又要漏掉 不久又要漏掉 记得各位观众朋友 再看清楚这条线 一定要完整不要破 不要分分岔 不要裂开 然后呢完整之后 你可以存多少 就在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越多存得越多 好那这几项呢 各种财库 先添财库 后添财库 福禄财库 田载财库 观众朋友看一下 你有得了几项 多多益善